我現在看到一些畫面 我真的覺得太有趣了 而且這個東西不可思議是 蔡碧如一開始到了台中以後 根本沒有人要理他 就一開始 我們看到是盧媽在旁邊立挺 盧媽立挺以後 怎麼會覺得奇怪 怎麼游主會去了 徐曉星去了 不但游主會去了 徐曉星去了 怎麼李梅貞去了 陳梅家也去了 怎麼全台灣的 是國民黨的人 全部集結在蔡碧如旁邊 八方風雨會中週 搞了半天 國民黨全黨立挺的 是蔡碧如 對沒錯 到底目前國民黨立挺 當然挺猴有儀之外 他們還另外全新立挺的是 蔡碧如 居然是民眾黨的蔡碧如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們目前為止 他跟蔡其昌在台中一選區 進入一個激戰 兩個已經進入肉搏戰的這個狀況 過去大家就 你蔡碧如去 注定你是成為炮灰 那上一屆蔡其昌拿了60多%的選票 總統大選裡面來說 都是完全碾壓 這個區域是綠大於懶 但是人家這一席 就是剛好這個 盧媽盧修炎一定要拿下的一席 盧媽一定要拿下 這個是綠大於懶 如果能夠拿下 具有指標的意義 再來打敗是蔡其昌 蔡其昌是新潮流重要人物 拿下他 那當然又是另當別論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蔡碧如是藍白河的示範區 如果國民黨用全心全意去挺他 藍白河示範區 讓蔡碧如有機會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有可能外溢到其他的區域 會不會有機會在這個地方來說 至少在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選民會有不一樣的選擇 還是有所謂另外合作的可能性 這當然會增添一些想像的空間 因為我們知道在薩卡都的狀況下 一定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而且你看到毛澤東在講說 你要搞清楚 所有的戰爭裡面的主要敵人是誰 沒錯 現在難道這種聯合次要敵人 打擊主要敵人的情勢正在發生當中嗎 尤其是在台中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講 到底這個國民黨人士是多麼挺這個蔡碧如 你可以講 市長如今就去了沒有問題嘛 他在這個總部成立的時候 他都去了嘛對不對 另外一個楊瓊英 台中的這個立委他也去了挺他 另外一個不是只有台中的喔 台中來說還有什麼地方派系都來了 你看黑派的這個顏寬恒 紅派的這個張青棠跟這個張青照 兩個人都來了 另外一個如果從這個台北來說 游淑惠也去了 另外許巧希也去了 那中央來說韓國瑜也去了 另外南投的這個許淑華縣長也去了 那高雄的這個李梅貞的選立委的 現在也去了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連胡志強都跑出來 所以就照說目前為止來說 等於是請這個地方 還有那個台中市政府 或是說地方的這個派系 甚至台北的高雄的南投的 反正只要是國民黨目前為止的 這個明星選手幾乎全部都去了 不是有這麼嚴重嗎 不就有一個中一選區嗎 我剛才就講嘛 因為這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扳倒這個蔡錦璋 那當然非常具有指標性 這一席一定是盧秀燕要拿下來的 再來就是說什麼 因為對地方派系來講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時間點 譬如說你看這一次 蔡壁如我們就講 這個地方派系 已經整合在蔡壁如的這個身邊 我們就講幾個 第一個目前為止 台中市的議長張青照也去了 另外一個張青棠也去了 這是過去紅派非常重要的這個大佬 他們未必會同時出現 但是他們同時出現在蔡壁如的場合裡面 對 因為一開始傳出來說 蔡壁如去到這個地方 是跟黑派講好的 因為當時黑派很擔心說 你今天柯P不要在這個地方 我放一個人 你在這邊中二放一個人的話 我會很麻煩 結果柯P沒辦法 表示他們有一個默信 所以你看到其實蔡壁如一開始 是跟嚴寬很好 可是紅派在外面的 可是紅派進來了 對 你就知道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台中最重要的紅黑派 兩個都整合在他的身邊 所以這個對蔡壁如講 嚴寬冷挺他那是沒有問題 因為民眾黨已經沒有提名人了 所以他這個嚴寬冷這一路上 是真的非常照顧這個蔡壁如 但現在連這個紅派都進來了 所以我才跟你講 目前為止至少在地方派系的層面 裡面來說的話 是站在蔡壁如這一邊的這個狀況 所以沒有想到這個地方這麼激烈 當然激烈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我們這樣 目前為止對蔡壁當 到底有沒有形成壓力 當然有 你知道 蔡其昌過去是什麼 他是扮演地方母雞 在台中市這個選區裡面 他是母雞啊 因為他選做台中市市長嘛 雖然落敗 但是他也是地方院的副院長 對 他又是中流的一個非常 新潮流中流的大將啊 所以你看過去一段時間 張廖萬間 你看他是扮演母雞的這個角色 你看林靜宇 他都是扮演母雞的角色啊對不對 甚至你看這個謝子涵 他都是扮演母雞的角色啊 他是逃狼的角色 對 他是台中的逃狼的角色 可是最近一段時間 他你看 蔡英文總統來了對不對 另外包括這個賴清德 小美琴都來了 所以現在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民進黨的陶壤 要來灌注他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氛圍 是完全出現 不一樣的這個氛圍的這個狀況 風變了 風變了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從過去一段時間 蔡壁如不被看了 到目前為止 逐漸的這個逼近 當然對於這個蔡其昌來說 是壓力非常大的一個情形 而且剛剛講的政治 當然不是這麼友善 當然不是講說你蔡壁如 我對你特別好 講白了 那是交換 當然 那是藍白河的交換 當然我們就講 總統這一部分 或許藍白很難合 但對立方立委來說 他希望藍白河啊 藍白河 如果假設這個氛圍已成的話 我選票會很多 所以為什麼你看 顏寬恆跟蔡壁如 就互相站台吹票嗎 假設地方上的選舉 這個立法院選舉 是藍白河 哇 那我勝算是很高啊 所以你看他還 蔡壁如還南下 他也化身成母雞耶 柯文哲不能來 但是你蔡壁如可以來嗎 你等於是 白的一個重要的力量 那白的那個你看 幫李梅貞啊 還有這個綜藝中站台 另外他還什麼 北上他還幫 游淑慧和張思剛兩個 他化身為母雞耶 他現在是 不只是你們國民黨 來照顧我 我也化身成母雞 去照顧你們 所以他現在變成是一個 立法委員選舉裡面 藍白河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指標人物 因為我們要在民眾黨裡面 第一個最有指標性人物的 是柯文哲 第二個指標人物 其實就是蔡壁如 根本不是什麼 黃三三 黃國昌 但是問題是柯文哲 你來真的 這個對立法委員的選情 對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總統選舉來說 會有影響 但是蔡壁如不會 林菁姐還跟他掛孔一個看法 對 砍棒 然後你看 團結所有的白色力量 立委全力支持林菁姐 蔡壁如 拜託 這個砍棒是蔡壁如 等於是他站在上面 這個為這個所謂林菁姐 去騎台 所以他完全就不一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在整個總統 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在選舉裡面 當然是這樣 盡可能的撈到所有的選票 所以對立法委員來說 他們就遊走在這個邊緣裡面 反正立法委員可以藍白河 總統舉那另外再論 所以對這些立委來說 對地方人士來說話 無論如何 或許柯壁不用來 但是你蔡壁如來了 所以我要把白色板塊給拉進來 對 那其實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所以才說嘛 這個選情來說話 至少在台中一選區 已經出現了一個非常微妙的變化 喂 是 蔡壁如是贏的好朋友吧 是 蔡壁如也是贏的好朋友吧 收 你沒有想到這個樣子吧 現在激戰成這樣 變成全台的關注選區 萬中選一 中一選區啊 中二是言寬恆啊 中一啊 萬中選一啊 蔡壁如其實基本上他就是 打到底 看頭磨 不知道在哭 怎麼算啊 看頭磨 不知道是嗎 寶協哥你要到中一選區那邊 都是很多的一些小工廠 農地 很浮原遼闊 過去在選 我現在直接跟大家報告了 從2008年單一選區兩票制之後 蔡其昌是從2012年開始當的 他第一次在這邊當選 因為這只有一席嘛 因為改選制以後 一開始拿到得票是54% 過半 第二次再選 2016年的時候他拿多少 他拿到了60% 上次2020年第三次拿多少 66% 所以蔡其昌這地方很強 然後呢他現在是什麼 中流的算掌門人 新潮流啊 中流掌門人 有利景祥喔 再來 他是立法院的副院長 再來 他是新潮流的中流 那請問現在目前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是誰 賴京德 哪一個派系的 新潮流啊 所以新潮流怎麼 所以說他變成是關鍵的選區 勤賊先勤王 為什麼李連杰叫那個金城武 先把那個帶頭額線給幹掉 如果蔡其昌在台中都倒了 我跟你講說不定侯瑋瑜 就當選總統了 就這麼簡單嘛 如果連那裡都倒了 那你要知道 蔡其昌因為 他基本上他的個性比較拘謹 他也不是半夜型的 可是他有他的地方實力在 那今天來了一個 我們必須這樣講 空降的蔡壁如 完全沒有任何淵源的蔡壁如 問題是 好 問題來了 全台中有29個選區 我問寶劍這件事情 我們觀眾朋友不用查 我直接告訴你答案 去年選市長對不對 台中29個選區 誰選民進黨的市長 蔡其昌 誰是國民黨的挑戰連任者 盧秀燕 盧秀燕 29區 通通都贏蔡其昌 所以其實在這一區盧秀燕都是贏的 所以就知道為什麼先前 我們大家看到 整個民眾黨在報 全國造勢大會的時候 之前去桃園跟台南之前 柯文哲參加過最多那一場就是台中 因為現場破萬 第一場破萬就是這裡 那你以為破萬怎麼來的 那個是盧秀燕加顏寬恒 加國民黨其他各區的立委的人 所以你看這個畫面就很清楚了 所以為什麼至終的那個 你看他整個 如果打播等一下帶人的話 那資料畫面我都可以不用看 就直接知道 中間放最大的那個照片 就是盧秀燕 所以叫盧系立委 台中的那個立委 因為盧秀燕一聲令下 其實藍板後來沒有合 有沒有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放盧秀燕 這就是盧秀燕的實力嘛 那今天就在於說 你就打到現在剩下10天了 為什麼大家去了這局激戰去 因為現在不是蔡壁如 在挑戰蔡其昌 是整個國民黨 AKA盧秀燕 AKA這個派系的生死對決 因為新潮流 這個肯董事長比我更熟 新潮流是不是 他自己在打其他派系 不肯幫忙是不是 因為台中其實還有林佳龍的勢力 他們正國會 那所以蔡其昌今天打到這邊 大家在講說 會不會蔡壁如贏 所以大家關注嘛 那我跟大家講 如果我們放開那個選舉的熱情 或是激情來講的話 蔡壁如贏真的不能想像 因為蔡其昌這一區 他基本上就是我剛剛講 已經上一次開到66% 66%已經快七成了 這種區即使被拉進 最後選舉的結果很接近 你要說他輸掉 那是難以想像的 但是現在就是說 來把這個我直接把他延伸出來 為什麼那麼多人 你看到徐曉星 有說這不是台北的嗎 對啊 林佳霞都在部分區他沒有話講 李梅珍都去了 李梅珍高雄的 他們兩個來上節目 上我台北的節目 順便去台中騎台 所以就這樣子 就變成是 藍白示範區 老杰哥就在講一次 五個字 藍白示範區 現在藍白有在合作嗎 實質上表面上看沒有 就表面上看沒有 但是他狀況就發生在台中 然後另外蔡壁如 他除了在台中選之外 你就看土城的林金傑 土城有個很大的 那個TOYOTA的那個保修廠 外面就有一個林金傑的 你知道跟誰嗎 跟蔡壁如 林金傑他跟蔡壁如 陳士軒還有李友宜 都是民眾黨 對 三個民眾黨加一個林金傑 我那時候看到 我馬上打電話給林金傑 問他怎麼回事啊 他說沒有啦 因為我跟居民和朋友 居民是誰 居民是陳明依的兒子 叫陳士軒 陳士軒是民眾黨的 新北市黨部的主委 好 那這兩天 大家看車嫂有沒有 大家講說 阿伯好像跟國民黨的不錯喔 蔣炳皇的兒子 蔣新張有沒有 他總部在揮手對不對 還巧遇林國村 我跟你講 都是陳士軒的安排 因為陳士軒是新北市議員 新北市議會 只有他一席民眾黨的議員 你可以看到 地方就這樣 變成是兩套喔 侯友宜跟柯文哲他們是激烈的 彼此都講說我會贏 我們沒有在棄保的 可是下面卻不是這麼一回事 盧秀燕跟這個蔡壁如 每天站在一起 然後蔡壁如每天 跟這些國民黨的 什麼羅亭偉啦 陳嘉欣 林嘉欣 他們都在一起 那這樣都覺得說 現實上表面藍白沒有合作 可是你跑到基層去看的時候 連路邊掃街都會揮手的時候 藍白到底還是不是同一個team 這就會造成選民當中的confuse 甚至會有一些額外的聯想 好 宇軒 當我們把焦點放在總統的時候 你告訴我說 立委才是刀光建議 寶寶哥你覺得到底是全黨挺藝人 還是其實是蔡壁如藝人救全黨 這有沒有想過 其實我跟你講這是雙向交流的 當今天所有人 跑到蔡壁如全區要站台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得到好處 當然有啊 今天李梅珍也好 游書也好 張思剛也好 他們要什麼票 民眾黨的票 要民眾黨票嘛 所以這個叫什麼 禮尚往來 可是你去幫了這個所謂的蔡壁如 你就可以拿到民眾黨的票嗎 所以蔡壁如也有反向過去啊 他這是互相的喔 當今天這些人 你說李梅珍來幫蔡壁如對不對 蔡壁如有沒有去幫李梅珍 蔡壁如有這麼大的代表性嗎 當然有啊 他有代表性 他當然有啊 他是民眾黨唯一一席對不對 最有希望的對不對 再來再來蔡壁如是什麼 僅次於柯文哲之愛 在民眾黨裡面 也算是想當當的一號人物嘛 今天當蔡壁如來到我的選區 我不用柯文哲 他等於是什麼 代位分身 他來這邊替我站台 我自然而然可以訴求一個概念 我這個人是支持藍白河的 他要的是這個現象嘛 所以保留給我補充幾點啦 我們看到高雄算不算遠 台中還好吧對不對 台北算不算遠 現在就連澎湖 屏東國民黨這種非常激戰的地區 黨部主委都說 欸 蔡壁如白頭姐 真的假的 蔡壁如都說我現在很環漏 因為我剩十天你們還要我去 我這樣去我自己的選區還要照顧 蔡壁如有這麼忙 對嘛就是全台灣國民黨都希望他去嘛 他變成超級助選人了嘛 因為柯文哲他會有一個問題喔 今天如果找柯文哲來 欸我們講說什麼 你要先求不傷身體 你才能講究療效嘛 你柯文哲來 我如果吃下去 我就流下去了 拜託我國民黨的支持者會不會混亂 但找你蔡壁如來 今天有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各位 這是第一個不知道 就是說到底是國民黨幫蔡壁如 還是蔡壁如幫國民黨 再來第二個不知道是什麼 你蔡其昌跟蔡壁如 到底現在誰緊張這個也不知道 你要弄清楚一件事情 現在蔡壁如他是不是到處 在台中各區跑對不對 就出現一個詭異的現象 就是說我蔡壁如 比如說我跑到這個路口去站 清水路口站 結果他走的時候 你知道隔天會發生什麼事情嗎 蔡其昌馬上來 真的假的 帶大隊人嘛 這是要把裝嘛 很緊張嘛 這叫如影隨形戰法 而這個戰法有沒有玩過 有啦 當初在中二補選的時候 林靜宜就是玩這一套 所以你就看懂了吧 當時是林靜宜有 蔡其昌在幫他玩這一套嘛 但如今 蔡其昌做什麼事情 沒有空了嘛 我自己都懷惱不去 我又跟你懷惱 所以變成是蔡壁如走到哪 蔡其昌跟到哪 那為什麼會這麼懷惱 因為蔡壁如現在出現一個現象 過去大家講 紅黑紅黑 紅黑兩派團結有問題 中一選區一直以來出現的大問題就是 就是我不管派誰另外一派 沒有這個心思願意去立體你嘛 因為如果讓你紅派吃去 讓你黑派吃去 我就沒有啊 對嘛 比如說黑派就是賈安普嘛 對不對 那紅派就是清水無清那邊嘛 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發自內心認同 所以大家在這個狀況之下 也變成是說 從頭到尾以前的歷史啦 金潤也不會贏 金潤也沒想到算 但今年特別在哪裡 因為蔡壁如又不是紅派 他也不是黑派 所以他反而意外促成了 紅黑兩派的大團結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最有趣 各位 王不見王耶 今天這個張青棠現在變成什麼 蔡壁如的總幹事了 總幹事 每天跟他開會 每天都跟他見面跟他討論 明明知道要幹什麼 我幫你揣幾道 怎樣怎樣對不對 結果說蔡壁如結束之後 馬上跑去找誰 跑去找這個顏青標 顏青標之後我來講 我竟然說喔 我這個八十幾個頂頭 八十幾個陣頭 我把他傳後 我怎麼處理 怎麼把他倒閃 但這兩派的人會不會見面 不會 他們不會同時出現在蔡壁如身邊 但是他們會用這種方式 異類的整合嘛 比如說你看最近喔 在賈安普其實 蔡壁如有什麼 生日會 國民黨幫他辦的 很有意思喔 三百多個人啊 全部都國民黨黨員 像話嗎 結果呢 有一個叫劉 他到底是民眾的還國民黨 搞不清楚 反正國民黨就挺到底 我就講一個很好笑的故事嘛 劉登宗是什麼黨的 劉登宗是國民黨的 結果劉登宗也跑來這個場 你知道被虛報 奇景耶 國民黨的忠貞黨員 國民黨三百多個 劉登宗站起來 叫底下跟他說 不要啦 我們要挺蔡壁如啦 你不要來這麼亂啦 你下去啦 國民黨黨員叫他下來喔 所以劉登宗還因此暴怒喔 然後現場發生一陣混亂 你就知道現在整個 國民黨的氣勢是怎樣 要去挺蔡壁如 但是他有一個概念在喔 不只說是盧秀要挺他而已 我就問 請問如果未來藍白河之後 副院長可以由誰來當 黃珊珊可以嗎 國民黨能接受嗎 不行啦 黃國昌可以嗎 不行啦 蔡壁如跟蔡其昌現在在拼嘛 對不對 但拼的其實不是拼一席立委 我在講這個概念嘛 他不是說我要把清水第一 或者說我要把台中第一選 去翻掉而已 他的概念是蔡其昌之後 反正藍綠現在在輸贏之後 整個國會的局勢會大變盤 副院長或有誰都很難講 而這個人選民眾黨 可以替代的人選 當然是誰 當然是蔡壁如嘛 所以我就講 盧秀燕這個布局很久了 因為當時蔡壁如去拜會他的 這是盧秀燕從頭到尾的布局 對 所以蔡壁如先去拜會盧秀燕 但是你知道誰引箭了嗎 這個就有意思 威京小沈 結果搞老辦就是威京小沈帶著他去的 蔡壁如跟盧秀燕有共同的 國民黨好朋友 那好朋友低調嘛 所以他沒出面 沒出面後來是威京小沈領他去 結果盧秀燕開頭就跟他講第一句話 只要國民黨的人沒提名 我聽你聽到對 就是這樣 聽到對 他說只要我們沒提名 我就聽你聽到底嘛 後來盧秀燕沒有說到做到 有 後來盧秀燕等到國民黨真的確認 沒提名之後 馬上找誰來 F4 四小福 什麼黃建豪啊 廖偉翔啊 把他們全部找來 結果定期開會 你知道盧秀燕完認真的啊 說你秘魯有沒有需要什麼啊 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忙 當然下班時間啊 不要緊張 那包括四小福也是在裡面嘛 所以他們就是透過這種模式 早就已經串聯起來 而最後一個關鍵的稻草 也就是 紅派的張新棠整個變成他的總幹事 地方總動員之後 配合黑派的事量 他們現在只有一個想法 紅黑大團結 把蔡壁如當作盧秀燕2.0 未來只要這個選區有機會能夠翻轉 這就是他們最大的願望 好 董事長 選舉好玩 球是圓的 現在總統局的藍白盒 看起來是沒機會了 立委正在滾動當中 講蔡壁如選舉啊 他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在台中他會不會選贏啊 那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盧秀燕 蔡壁如到底代不代表民眾黨 他能不能夠呼喚民眾黨的支持跟選票 能嗎 你看他到處幫忙複選嘛 我們這裡面就你跟韋汉跟他最熟了 對 我跟蔡壁如跟我的好朋友 我跟你講蔡壁如私交跟我非常好 但我跟你講兩個重點分開來談 在台中這個地區 剛剛韋汉講得很清楚 第三次蔡壁如拿到百分之六十六的選票 這個好像很困難對不對 錯了 不是這樣看問題 因為在台中這個地區 就是這個坦亞城後這個地區 是屬於原來的台中縣區 你在說管區和市區 就台中市整合之前 這屬於農業縣區 所以台中縣管區裡面 他的派系主導選票 所以那派系有三個派系 但是有紅派有黑派對不對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民進黨 民進黨是其中一個派系 民眾黨也經營 民進黨也經營他自己的人馬 所以才有蔡其昌穩定的在這邊 拿到他的這個位置 所以他們也 所以因此大家河水不犯井水 那河水不犯井水問題麻煩來了 你這一次選市長選輸了對不對 那盧秀燕下台以後 這個卸任之後 是不是另外一次紅黑兩派 有一個人要出來選市長 對 對不對 那你民進黨是誰出來選 蔡其昌 還是蔡其昌啊 所以這個問題在這裡 所以蔡其昌在下一屆市長 還會跟國民黨再幹一次 對 而且幹的對象是誰 這派系代表 紅黑兩派 這個張啟臣是哪一派的 紅派 這是直接跟紅派幹嘛 為什麼今天張青棠那麼認真 奸底於攤頭 他自己的派系下一次就跟你幹 所以這一次我把你幹掉以後 以後就沒有了 如果民 如果說今天前一次上 這個蔡秀營的有領先的話 我跟你講蔡其昌倒霉了 倒不大霉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最後這個禮拜的選舉 是靠支援選的 不是靠風啊 風沒有用啊 國民黨要支援下去啊 現在還可以下支援 當然下支援 最後不下支援誰給你選啊 這紅派黑派全部是靠支援 好 之所以台中的選情 我剛剛分析完的 很有一個可能性就是說 最後再灌下一個支援下去的話 那個不是跟蔡秀營沒關係 他就坐牙 他坐轎啦 反正抬 抬教的人會幫他幹 所以蔡秀營非常危險 這第一個 所以蔡秀營也會下支援 大家互相 因為他拿66萬 他拿668嘛 他當然有管道啊 雙方都有管道嘛 管道最重要嘛 對不對 這最後的 入線很重要 最後的結果比支援 比支援 因為都有管道 所以這個情況 就是對蔡秀營比較 傾向於有利的情況 因為這個 會殺到這種程度 這個我剛剛分析上 結構上就一定要讓蔡秀營倒 因為平常沒有機會 有機會一定讓你倒 所以這一次有機會 因為那個盧秀營 地方派系是這麼晚的 地方派系我玩不過你 他們會保留實力 這跟我一樣 玩不過你 我就不跟你玩了 等你玩了 就等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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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今天機會出來了 連續兩次嘛 市長一次嘛 立委一次嘛 那下一次我要選市長嘛 那秀營現在態度很明明 非常明確嘛 徹底這次把你幹掉嘛 那問題是蔡秀營 憑什麼到各地去服選 他憑什麼代表民眾黨 民眾黨的黨員跟知識 為什麼會被他撥動 會撥動嗎 會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他是阿信 他是阿信 你知道意思嗎 什麼是阿信 有一個人叫黃珊珊嘛 阿信 他對照著我 對 所以這些 公主跟阿信 對 他是阿信 所以所有的民眾黨的支持者 看到他會同情他 真的假的 當然是這樣子 因為黃珊珊氣喳喳嘛 我問你在民眾黨多久 有沒有貢獻 沒有 是誰有貢獻 阿信 阿信有貢獻嘛 而且是從台大 跟著你一塊叫地下室 太平間的下一城耶 對啊 所以這個阿信在全國各地 而且在基層的黨員的基礎 我請問你 是阿信比較強 還是黃珊珊比較強 那現在誰比較囂張 是黃珊珊比較囂張 他當時就 你先把他如果當時講的那段話 現在回來看 耐人許味 他說我為什麼要去中英選區 我要給黨一個鼓舞的作用 我要承擔 因為民眾黨多數的人 都不喜歡離開台北 都喜歡享受美光燈 都不願意脫離舒子圈 到地方耕耘 所以我身先士卒承擔更多責任 這就是阿信 然後另外一個人叫名 叫做不分區第一名 在裡面呼妖喝溜每天罵人 搞一個叫做 可是實際上 你要注意喔 黨內的派 黨內的力量 以黨員數來講的話 誰比較強 當然是阿信比較強啊 這些整個四年多民眾黨組成來各地區的黨員 中央委員的第一批人馬 沒有當上不分區的人 全部是跟他有關 全部是他的系統 那這些剛剛當上不分區的人 我問你嘛 張旗凱我們兩個好朋友嘛 對 他跟民眾黨有什麼關係啊 我不知道 他有幾個黨員啊 沒有 他黨員多還是阿信多 阿信多 對阿信在地方上的民眾黨的實力 或不下於柯文哲 真的假的 超過 絕對是柯文哲第二 柯文哲第一 他就是第二 那黃珊珊 黃國昌這些 都是新進黨員 新科黨員嘛 他們跟民眾黨沒有淵源 是為了當立法委員 當他不分區 才見到民眾黨的 所以在淵源上 這個阿信 在全國各地的民眾黨支持者 他有這種被同情跟呼喚黨員 民進黨支持者的力量 尤其經過運動之下產生了 喂 你的好朋友 蔡壁如是阿信 剛剛董事長講到了 目前我看到沒有人評估 或是分析過的那個細節 也就是說其實這一區 是連柯文哲都放棄的 柯文哲根本沒有去 終於選去幫他啊 沒有啊 而且沒有給他任何資源 所以就打到說 可能連蔡其昌是不是會輸給蔡壁如的時候 那是靠柯文哲嗎 不是 所以是誰幫他 是盧秀燕 而且呢 當然中間有一些分析 就發現說 蔡其昌不要讓他 2026年還有辦法 因為台中 國民黨還想繼續執政嘛 後面可能還有 江啟成或是王玉林啊 對不對 所以一次把這個國民黨 在台中最強 那當然打掉了蔡其昌 所以真的有這個戰略意義 下一個 對 目前是 所以為什麼大家討論這一區 就代表說 他居然被打起來了 那居然被的意思就是說 這你本來就放棄了區嘛 我再講一個例子 不是很貼切 可是就是有一樣的感覺 當時吳敦義派韓國瑜去高雄 是以為他能贏嗎 放棄 對不對是放棄那一區嘛 你去那邊嘛 後面那個字你自己填 你本來想搶台北 你不要來跟我台北這一局鬧了 你去台中 高雄啦 那你要知道喔 蔡壁如他這一 這個是有強烈的落差 我覺得董事長講得很精確 可能民眾黨聽得很不高興 因為他這一區他為什麼離開 就是他負責嘛 學輪一有爭議我就辭嘛 後來看後續好像也沒事 可是他就辭了 辭了以後呢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安排 他辭掉以後 有一次上我廣播節目 我說你現在辭了 你可能去黨中央當個什麼 副秘書長啦 副主席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喔 然後他自己還帶了一個助理 他從立委就這樣 然後誰補他的 補他的立委 就是那個啊 就吳馨穎 那補了他的立委之後 現在他 我不是跟你講 所有不分區都要求要下鄉去選嗎 所以你看到陳婉惠去宜蘭 你看到張祺路去文山 你看到賴香檸去桃園 你看到邱聖人去中和 第五個 吳馨穎的 沒有吳馨穎就是因為派蔡壁如去台中 那就明將有人這樣講耶 我對他就有這種事喔 那你這樣子的話 照這樣講的話 應該吳馨穎每天都在台中幫蔡壁如 幫他站台 幫他掃街發面子來對啊 這不是你的區嗎 也沒有 事實上是 前半年是放棄蔡壁如的 那我講這個就是說 反正剩9天10天就要投票了 沒輸贏了啦 反正開出來誰都 兩個都有可能贏嘛 蔡壁如跟這個蔡其昌 但是沒有資源卻被國民黨 盧秀燕手把手的 來導播後面再放一次 進場盧秀燕牽他的手的耶 去登記 中選會台中市的中選會 一排人7加1嘛 蔡壁如是占C位耶 國民黨的其他六位選人說中對了 蔡壁如是不是占C 有沒有 右邊是朱立倫 左邊是誰 就蔡壁如啊 所以蔡壁如一直從頭到尾 都被盧秀燕給護著 那你說啦 他竟然是選上了以後 他以後盧秀燕 他算是什麼 他是蔡系立委 還是盧系立委 我跟你講四個字 盧系立委 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我們看到 一個我想講 被認為是品學兼優 而且擔任風紀股長 只要維持這個班上資訊 結果 竟然在自己的班上 在自己的教室裡面 被人家刺了十刀的身亡 他的父親 他的家人 今天發出了公開聲明 我看得我非常的難過 沒有想到這一段的時間裡面 沒想到台灣 我一直覺得台灣是一個良善的社會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居然有人盜用他們家的名字 盜用他們家家長的名字 還要向這個社會募款 還有一個他覺得不能接受是 他明確表示 他反對廢死 而且他當然也知道 這次未成年 不可能判處死刑 他說應該要給他應有的 法律制裁 是的 寶杰哥 上個月底 國中生這個被割警刺死案 這個今天家屬特別發表了 這個三個聲明跟試點呼籲 那個聲明當然是強調說 他們沒有成立了什麼募款帳號 也希望這個外界 不要在傷口上撒眼 說真的有人冒這個受害者家屬的名字 弄帳戶想騙錢 真的在網路上還有人這樣搞啊 你自被害人家屬於何地啊 人家已經夠傷心了 所以今天被害人家屬 除了提到了這個聲明之外 還特別有他的呼籲 呼籲就是特別強調 他反對被死 這四點呼籲我也不一個一個念給大家聽 那是幾個重點畫紅線的 我就給大家看 涉嫌教唆者和殺人者 都應該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 也就是那個小女生也應該受到法律制裁 就是那個小女生啊 那不是回家說 爸爸了 不給他利用錢啊 那個到時候誰在罵他 他就找那個 他的哥哥 陪他去出庭 然後找大家算帳 不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他們認為說 他本來就要法律制裁 可是 他有交所犯罪 交所殺人 可是當時那個妹妹 是讓他的家長帶回去 責付耶 完全連法官 或者是這個進去哨官所都沒有 他就回家了 那還有一點 家屬反對被死 他說只有言行 才能真正遏止遺憾 再次發生 所謂江山一改 本性難移 不相信窮惡極惡之徒 會有教化可能 如果有為何社會案件 乘出不窮 我們一時的慈悲心 只會讓少數人 為首欲為有志無恐 這一句話真的講中 社會大眾多數人的心理 而且有一個我們也非常熟悉的 這個新陳科醫師楊聰財就講 我們這幾年 把大量的心理 把大量的資源 把大量的心肺 全部放在哪裡 放在加害者的身上 對於受害者 不問不問 剛剛保洁哥提到的這個楊聰財 他就有提到 他說在臨床食物上 看到有許多接受輔導治療的 被害人跟親屬的時候 只能一再強調 社會有溫暖 社會有愛心 有公益 但這個楊聰財楊醫師他說 他很難說明 很難跟被害人講說 為什麼加害人 沒有得到他應有的 法律的這個制裁 為什麼社會正義 無法得到聲張 他沒有辦法告訴被害人 那政府編列了這個 協助加害人的預算金費 離譜的超過 該提供給被害人的金額 你去查那個法務部 所以我們現在政府的預算 政府的預算代表政府的價值 政府的價值是 你現在政府的預算裡面放在加害者 就是幫助加害者的預算 高於被害人 你去看那個法務部絞證署 他那個年度預算編列 都幾乎到一百三十幾億 當然我要強調 這一百多億啊 包含人事預算 包含很多的這個金費 但是你看看這是矯正署 保護了這個加害人喔 因為想說要讓他們矯正 改過自新嘛 出獄之後 還能夠吸得一劑之長 如此類 然後再讓他這個投入社會嘛 回歸社會啊 跟社會這個露共融嘛 但是對於被害人的這個預算啊 他那個被害人保護的 大概只有一億多元 你有沒有看到差了這麼多倍 所以也難怪洋蔥財會提到這樣的 怎麼去跟被害人做一些解釋 我們一直在講說 少年事件處理法 我們很多的這個法律 尤其是對少年事件處理法 和青少年跟兒童犯罪 我們一直希望說兒童除罪 青少年減刑 是為了將來讓他們長大之後 不會有前科 然後有改過自新的機會 長大就會變好嘛 但是我剛剛講的那個被害人家屬 他提出的新生 不相信這個會有這個 極餓窮惡 不會面臨這樣的一個問題啊 我就跟大家講 這幾年發生了一些狀況 比如說去年 我遠的不講 現在2024年剛到嘛 去年你知不知道 黑幫的這個紅人會啊 竹聯邦的 當時華山幫大戰 大家不是看到 早上一大早七八點的時候 就一個17歲的青少年 背著那個衝鋒槍 直接到彈簿開了51槍嗎 然後在那邊旁邊的 旁邊的路影也是一個弟弟耶 直接把他這個錄好之後 放到了網路上 然後他呢 就直接叫計程車很聰明的 就去派出所投案 他為什麼敢有恃無恐 黑幫的人講啊 因為他們不會有事啊 他們很好用啊 現在小朋友這些青少年 都成為幫派的人力銀行啦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現在要照顧這些少年 拿我們的修了法 修了法以後 居然你給了幫派 最好的人力銀行 因為他們沒有罪責 他們沒有前科 這些幫派 就樂於利用不多的鈔票 來養這些小弟 我聽過一些警官講 他們去這個找幫派的情質的時候 就曾經聽黑幫的一些裡面的人 告訴這些警方 他說因為現在黑幫啊 只要稍微有一些前科 或稍微怎麼樣 就會自貧掃黑 或者是幫派組織啊 馬上就會被送辦 然後都會列為這個重點的這個監控對象 反而是小朋友跟青少年不會 比如說你看這三個這個年輕人 也是大概17歲 你說今年10月 去年10月 去年10月 這都是發生在去年的 結果他們當時在跟人家談判是詐騙集團 是為了談那個債務了 結果一言不合 直接就開槍了 所以這個這個警方有提到 黑幫為什麼喜歡用他們 每一個幫會 不管是名人會紅人會 這些黑幫啊 他們都會有一筆基金 基金也不會很多錢 少折這個幾千萬 多折這個上億元 那他們用這些基金呢就可以 為什麼要養這些小弟 因為小弟出事了之後呢 他們算是有一個一筆安家費 然後還可以把他們這個送進去的出來 再把他們拉拔 然後說什麼給他們什麼 對 一個這個畫大餅 這個就是惡性循環 所以進了那些少官所少年監獄出來 他們直接被黑幫吸收的 並不會變得有教化的可能耶 而且變成黑幫 他們有的就是更慘的就是當成這個免洗塊 直接丟掉了 還曾經有人提到 司法院的少年吉家事廳 在2020年 有一個這個檔案喔 他那個檔案就是 曾經台灣犯下少年這個最年輕的是個殺人犯 竟然是一名兒童耶 國小的兒童耶 12歲以下 是 12歲以下 他只是當時黑幫委託他拿著槍去開槍警告 就像這個17歲的去開當鋪的槍一樣 你是未滿12歲去開槍殺人 結果他手滑了一下 不小心把對方給避掉了 就槍殺了對方了 對方就死了啊 那死了之後 如果按照大人的話 這個黑幫的陳寗他就要付出代價 但不是 這個小朋友呢 到了這個法院 連這個法官還沒這個見到面 他就直接被家長帶回家 因為兒童沒有罪啊 直接帶回家由家長責不處理啊 所以這個未滿12歲的拿了開了槍殺了一個人 他只告訴我說不小心 我一死手滑 然後就把對方殺死了 那兒童免罰的情況之下 我們台灣的少年事件處理法 就簡稱少事法 就是這樣的規定 所以現在 法官的面見都沒見到就回家了 都沒見到就回家了 現在在這種要求 自亂事要用重點的背景之下 大家就反對被死 尤其你看到那個被死的這個呼聲啊 你看到沒有 不支持的超過了70% 73.5%啊 然後認為現在的這個 犯罪被害人啊 他的這個加害者的權力保護 就是對於加害者的權力保護 太過了over了 有85%以上的人認為 所以對太過保護加害者 你就聽得出來 我剛剛跟大家講 加害人的預算 這個相關預算那麼多 你現在在預算上面 在法律上面 在諮商上面 你都在照顧加害者啊 也難怪現在被害人家屬 會不斷的痛心 站出來呼籲 然後也難怪社會大眾都會說 我反對廢除死刑 因為大家都認為 加害人並沒有得到他應有的懲罰嘛 好 雨雪 但另外一個就是 我也沒想到 好 夏天才傳了一個消息 這個是國民黨的大安區的市議員 王欣宜 前一陣子說 因為有癌症 所以他要去進行一個手術 進行手術想說 你現在在住在醫院裡吧 照理講 你現在應該還在安養 治療當中 他現在突然寫了一封信 不 突然寫了一個公開信 一個強烈的死控 原來他的姐姐 在19歲的時候 被他的一個朋友 砍了30多刀而死亡 這個事情的重點是在哪裡 王欣宜先前發了這個說 他離癌的消息的時候 他還在文末講說 如果我有個萬一如何如何 大家我愛你們 代表說 人遭逢這種重大變故的時候 他的心境轉換是很不同的 他並不會聚焦或執著在於說一些 比如說選舉啊或什麼事物 對來講他現在的發言 就是發乎心發乎情 他內心真的想講的話嘛 我本來講的重點嘛 我今天身逢大病 我前兩天剛開刀耶 他是剛把腫瘤切除掉耶 還沒有剖照片 他為什麼在此時此刻說 要突然去提到廢死這個議題 因為他心中有痛嘛 所以他就在臉書寫下這個故事 他說其實我曾經有一個姐姐 對 姐姐跟我差一歲半而已 那他說過去大概在校園裡面 他是主播出身的嘛 很多都知道他說 哎呀王欣宜算很漂亮長得很漂亮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以前我的同學看到都說沒有 你如果看過我姐姐 你才知道什麼叫做漂亮 結果他這個姐姐呢 在所謂十九歲的時候 竟然遭逢不幸 而這個遭逢不幸呢 也讓他整個家庭變故 因為他姐姐遇到一個求愛不成的 結果竟然狠心下殺手 就三十幾刀 比現在這個劇情來更加的可怕 更加的殘忍 而當時這個王欣宜 他描述當時的情景 因為當時他還小啊 他的高中而已 他說我心中就感覺到 好像永遠缺少什麼一塊 甚至我目睹我的媽媽 一夜之間什麼叫一夜白髮 就這樣啊 他從此之後 他就沒了一個姐姐 而這個事情他一直掛在心上 而他沒有辦法接受什麼 他沒有辦法接受是 在某一天 他說這件事情 他放在心上之後 看到苗伯雅 以廢死聯盟主任的身份 在電視上侃侃而談 講說 哎呀這個都有可教化之可能啊 要如何啊 我們人要學會原諒啊 怎麼樣來 我們要去達成廢死的目的 他就訪問一件事情就好了 今天以這些受害者的家屬的心情 就是他自己本人嘛 你今天談到廢死這個問題 原諒這個問題 但你今天可教化 他還是在於說 有些人是他真的發自內心痛車心扉的魁物 如果有些犯嫌 如同他當年看到的 如同現在這種國三生的 感覺到他根本就毫無回憶 而是知法犯法利用法律上的漏洞 來去從事這樣的行為 甚至去刻意去規避掉相關的行責 那你看到 那個交所殺人的女生 他一點回憶都沒有 他還講 我有少年法保護者 你們根本都不能拿我怎樣 那你如何談及去原諒 因為今天原諒 今天廢死他的前提是在於說 這個犯人痛徹心扉的回憶 但如果今天他的狀況是 我知道我只要這樣做 法律就會原諒我 我知道我的年紀犯下這樣的犯行 法律也拿我莫可奈何 我還可以畢業 我還可以揪我的格 還可以一群人 所以王姓你拿這些問題 然後黑道還可以養你 然後作為這個衝鋒隊 對 然後還載你說開賓市去嘛 出來列車大背了 所以王姓訪問苗博亞嘛 他問的是說 這個選區裡面 我們真的要接受這種人 來做為我們的立委嗎 其實我跟各位坦白講 最重要的重點在哪裡 王姓宇質疑的重點在哪裡 苗博亞到目前為止 不敢對費死表台 任何一句話嘛 你過去主張 那你現在的主張 大家可以接受嘛 為何到了選舉最後關頭 你沉默 所以他如今在他這個癌症病情 才剛開完刀 他回想他氣息解 想到現在看到這個小孩 觸警傷情的時候 他只反問一句話 請問我們還要不要支持一個費死的立委 而且你剛剛想到 這個受愛者的家長 我就看到最 這一段我看難過 他說他們其實是一個普通 算是幸福的家庭 他有一對的子女 女兒是身心慘障 但是這個弟弟呢 這個弟弟還會幫忙照顧姐姐 沒有想到突然來的不幸 一個他說他的小孩貼心 又善解人意的小孩 就這樣子離開了 那個做爸爸的媽媽的 那有多痛 我很憤怒的事 我覺得這些很多主張費死 你們根本在溫室長大 你們根本是從小到大 就保護得好好的 你們根本就是活在一個 你們布爾喬亞的世界裡面 你們以為誰 你們就隨便去放這捏魚 滿足你們的這個優越的道德感嗎 所以王歆寧他有講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他說他以前從來不提費死的 他不敢提 他只要自己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不適合去觸碰這個話題 但他為什麼會選擇做這樣 他說好 你今天沒有辦法可以去主張這邊 但你有沒有像我們這樣 設身主地追心之痛 他說那天我姐姐要離開之前 我最後一句話講說什麼 他說我姐姐說要借我鞋子穿 那我跟他講說好 然後結果說我姐姐是再沒回來 他說那你苗布爾有經歷過這種痛苦嗎 你有看過那種犯罪人 在犯罪之後毫無回憶的嘴臉嗎 這不是所謂單純的政治問題 而是當如同保利哥講的 這些溫士儀的花朵 在唱高調去主張這些論調的時候 有沒有思考過台灣現在的民情 台灣現在的法律 台灣現在的社會現況 真的能夠達成這個目標 還是你只是單純為了政治紅利 去訴求這樣崇高的理想 他在吃血饅頭 對訴求這些崇高的理想 但其實從頭到尾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接地氣 你也根本沒有辦法體會 當這些事情如果真的碎醒之後 會造成多少悲劇嗎 好 董事長剛剛講的 這個家長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 直接我強調 我反對費死 你要知道 經過這種追心之痛 你才知道那個多可怕 第二個他也講 他說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 他不相信窮兇窮 窮惡其惡之徒 會有教化的可能 老杰 這個事情的涉及的範圍 比較複雜一點 你知道現在嚴重在哪裡你知道嗎 主要就是這些 就是宇軒講的這些堂口的兄弟 堂口的學生 這個黑幫已經滲透到 我們國中裡面去了 到我們國小 國中都有黑幫 現在很簡單嘛 現在最可憐的是誰你知道嗎 最可憐是老師耶 老師沒有辦法去檢查 學生的書包嘛 因為檢查有程序 他連管都不能管 所以因為一管你會被告 搞不好還被黑幫的老大恐嚇 對不對 有安全的問題 現在國中生背著書包上學 裡面放什麼 放槍 放刀 放毒品耶 毒品拿去賣啊 所以已經整個囂張到這個 無以復雜的程度了 第二個 好 可不可以有 可不可以學校有派出警察 我要講一個不公平的地方 我請問你 你有沒有聽過私立學校有這個問題 沒有 為什麼學校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的管教方式跟你不一樣嘛 他這人都經過篩選過的啊 不是 他的管教方式 他本身有請保全人員 他有很多層層的管制 一般人 學生 一般外來的人 他進不去嘛 進不去 他有很多隔離的措施跟守法 一樣的法律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有錢人家的小孩 在所謂的這種高級的學校裡面 然後有錢的學校裡面 得到比較好的待遇跟保障 為什麼像這種 居然家裡面還有一個身心障礙的姐姐 這個小孩的成績品學兼優喔 對 然後就這樣子 莫名其妙 在學校的教室裡面被殺死 這個國家還像話嗎 這個太離譜的事情了吧 所以所謂的 他們現在講一個玩笑話 說蔡英文的社會安全網 現在叫什麼你知道吧 叫什麼 叫做黑社會安全網 這邊 現在國民黨已經去告了說 這個高端的合約會不會公佈 我覺得沒有 大家都說可以公佈 那大家都可以公佈 結果最後要廠商同意 那廠商說要公佈一起公佈 那不就沒得公佈嗎 對 國民黨的這個 立委候選人 廖偉祥他們 跑去這個地方法院提告了 告發了這個高端 當時你這個合約 是不是要公佈出來 那今天最新的發展我先講 那時候做決策的衛福部長 就疫情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 他今天就講說 能公佈最好啊 如果有人說我內線教育的話 我一定提告 但是當時不公佈的不是也是他嗎 對啊 當時在疫情中心 每天下午兩點 記不記得一定要強迫收看 他的這個疫情的這個 快要睡著的這個記者會 而且要罰三百萬 對 但是呢 當時不就是那個合約不能公佈 而且要封存三十年 但是在這次總統大選 高端意外成為這次選戰 最後兩個禮拜的這個一個話題 那講到說封存 陳時中馬上說 那不是封存啊 那應該說是保存 當時在立法院 你也是這樣講啊 當時在這個衛福部的這個 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 你也是這樣說啊 都說要封存啊 那有機密啊 但是現在重點是在於說 那個錄音帶你很清楚 人家都知道你要賣多少錢 我的底線就是七百塊 七百塊多了 你賣到八百塊多了 還可以分到董事會 是 這個錄音檔都聽了出來 而且還有這個陳大的醫師說 放心啦 一路開綠燈啊 都會過 那高端跟衛福部你們也沒有告訴大家 那個陳大醫師到底是誰啊 然後你們只說 那高端只說 董事會那裡面是玩笑 玩笑可以這樣子錄音檔錄音 然後現在跟大家爆料聽到了 會講成這樣 衛福部長薛樂園 我覺得更有點在這種感覺 好像一副我就是沒 無所事事的樣子 一二號的時候他先講說 其他疫苗好像沒有人在質疑 所以高端的情況比較特殊 他會再跟高端溝通講講看 但你溝通了嗎 高端擺出來的態度說 要公布大家一起公布 BNT AZ 跟莫德納 要不要一起公布 那到了一月三號 也就是今天他說 其實這兩三天已經持續 跟高端公司接洽 討論是不是應該要公開那個合約啊 問題是賴清德都說要公開啊 那所以衛福部詢問高端的想法跟意願 但目前沒有接到高端的回應 高端回應已經很清楚 要公布一起公布 那你現在變成 是不是這樣你要去問莫德納 BNT跟AZ 你們要不要也一起公布啊 不是你講萬萬在選舉的時候 不是你講嗎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的話 衛福部可以直接公布的啊 是啊 所以今天你不覺得一推二五六 衛福部推給高端 高端就說我叫他其他一起 我們一起公布 問題是賺台灣的這個政府的錢 是只有誰 不是只有這個高端嗎 你看高端之前去年前七個月 他的營收還是零耶 如果沒有跟台灣政府 買那八百萬劑的這個疫苗的話 COVID-19的疫苗 恐怕你可能那個財報上 數字還會不好看喔 雖然高端的發言人講啦 所以這個高端的上市上市規公司 我們有四萬股東啊 要遵守政府跟訂定了這個合約規範 然後就是講到我剛剛講的 大家的這個新冠疫苗供應商 都有簽保密調管 是不是要一起公布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 BNT跟莫德納和AZ啊 他不是只有賣給台灣 他是賣給世界各國 他的市場不是只有台灣 但高端你的市場 除了台灣之外 有沒有沒有 沒有啊 台灣政府買了五百萬劑 最後還銷毀了一百七十萬劑 因為那一百七十萬劑打劑太差 校期又快到了 那直接就銷毀了 那等於浪費了三分之一耶 所以你還賺了台灣政府的錢 所以光是這樣一個政治效益 就讓這個民進黨的這個目的啊 給穿幫了